这个事儿呢 首先是怪我自己 我要买四个浴室柜 在某宝搜了个盐板一体盆 看颜色风格也还大 销量又高 评价也好 主要是发货快 下单三天就发货 不向品牌定制 要一两个月 我问卖家 为什么你们浴室柜才一千三 他说我们是厂家直销 我说你们龙头是什么材质的 他说全铜的 我说我买了克勒的龙头 不要你们的龙头能减多少钱 他说25 我说如果到货质量不好怎么办 他说可以退 前两天 我正好去克勒专柜买龙头 看到一款特价三千多的浴室柜 就想当然的以为 他们是淘宝跑量 没有实体电成本 也没有品牌溢架 可能和专柜三四千 是差不多的品质 于是我就下单了 后来发现 是我想多了 到货 纸箱外面打着木架 第二天 安装师傅就来装上了 立刻就发现了他不对劲 我本来以为 他只是细节差一点 没想到 差那么多点点点 这个龙头是塑料的 我换了克勒 板材敲着像是塑料 岩板敲着像是树纸 拉手说是全铜的 但滑丝了 装不上去 抽屉开盒的时候 会左右摇晃 安装的台面和柜体对不起 对齐前面就对不起后面 前后对齐就贴不到墙面 这个岩板一体盆 它没有溢水孔 如果忘了关龙头 水就会从台面溢出来 总之 你也不能说它不是 详情页上那个东西 乍看它也是 摸摸它又仿佛不是 事与不是之间 是茫然四顾的自己 安装当天 我就跟客服沟通 要退货 客服说 安装之前可以退 安装之后不能退 影响二次销售 但是不安装 我也不会发现这些问题啊 他说规矩就是这样 说老实话 还是怪我 这就是一个对品质 有中高档要求的客户 去打扰了一个 做低端市场 爆款货的卖家 给双方都带来了不便 我就去商场专柜 花了三万多 买了四个浴室柜 让专柜的师傅 给我把网购的拆下来扔了 拆之前 录了个视频 给了个差评 卖家就找我了 他说返现八十八 让我三平价 我说我不需要返现 他说那返现二八八 我说我不在意返现 我就想给大家个参考 他说给我退货 运费自理 那既然能退 我又去捡回来 还是请那个专柜师傅 过来打包 打包花了两百 打木价花了一百八 连物流费用一起 六百 也就是我花六百 看了个货 卖家浪费了个 发货给我的运费 我录这个视频呢 就是告诉大家 打包有多复杂 你要是网购个家具 拆开宴货不满意 你也包不回去 而且退货成本很高 想清楚啊 姐妹们 下面就请大家 静静地学习 怎样打包吧 师傅帮我拆柜子的时候 把柯乐龙头拆下来 装在一个盒子里 我说配件都齐了吗 他说齐了 等他家的浴室柜来安装的时候 拿出这个盒子 发现少了个小配件 装不上去 问了许多人 都不知道去哪里配 然后又另外买了个龙头 七百 至此 买这个浴室柜的一线三 全部搭进去了 我们下期见 i love the way you look me in the eyes when you joke up but can't apologize cause you are too afraid to hurt your pride